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认识图书馆之旅 首先就非常欢迎大家成为中心大学的一份子 我们中心大学图书馆可以非常治好的跟各位同学说 我们是中部学术资源最丰富的图书馆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我们拥有什么样子的丰富的资源 所以很需要同学多来图书馆了解我们的相关的服务 在正式认识图书馆之前我们带一下我们的一个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中心大学已经创校百年了 可是这几天陆续有来图书馆的同学应该知道图书馆非常的新 就像我们简报上面看到的最右边的建筑物的照片 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历程 那我们是1919年历校 所以在1961年的时候呢 我们争取了经费 成立了一个省立农学院图书馆 因为中心大学是以农历校 所以那个时候是省立农学院图书馆 那个时候的学养姐呢只能利用两层楼的一个建筑 在里面使用图书资源 所以呢 就是不够用 在1980年的时候呢 才在中心湖畔旁边建立了中正纪念图书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这张照片 它是一个四层楼的圆形的阅览室 跟五层楼高的一个长方形的书库连结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长得有点像家里的什么 马桶 所以当时候学养姐都会开玩笑说 等一下校园课我要去马桶借书 我要去马桶读书 但是这个这么有特色的建筑物呢 因为遇到了1999年的921大地震的关系呢 严重受损 所以我们就原址重建 在2005年一样是在9月21号的时候呢 正式启用提供服务给同学 那图书馆是一个地下一层 地上七层的一个建筑物 那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呢 是在B1跟1到6楼 七楼呢是学校会使用的国际会议厅跟艺术中心 所以只要你在馆内看到桌椅呢 是没有人放置物品 是空的 你就可以自由入座了 因为我们这两天在图书馆的参考柜台 就遇到可爱的小大一 就会到柜台询问说 请问旁边的桌椅是需要预约吗 是不用的 只要没有人坐 你们就可以自由入座 好 那因为这几年啊 疫情的关系 所以图书馆也有提供了虚拟的导览服务 那在上礼拜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有参加新生入学指导 那第一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图书馆馆长 也有跟大家介绍图书馆的相关资源 也有播放了我们的导览影片 好 所以呢 假如想要再回味的话呢 这个简报都有带连结 你们可以再看一次 好 那在下方呢 我们这里有提供了一个图书馆的360度环境导览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在线上实际带大家到我们图书馆的各个西津的角落呢 跟大家做介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例如说我今天到了这一个讨论室 那我们会告诉你这间讨论室呢 它的一个空间设备还有怎么样子可以预约使用的一个说明 好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好 那假如要进来图书馆的话呢 你的学员证就非常的重要 好 因为我们进出图书馆都是必须要刷卡的 那假如说你今天你们现在还有人没有拿到学员证吗 现在应该蛮多同学都已经拿到了 好 只要拿到学员证的话呢 直接刷门禁就可以进来了 假如因为一些作业原因你还没有拿到学员证的话呢 没有关系 你可以就是拿着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 在报学号到我们一楼的健环书柜台呢 办理这个新生临时阅览证 这是一张纸卡 可以让你在还没有拿到学员证之前呢 可以方便的进出图书馆 那我们的学员证也结合了悠游卡的服务 所以像在图书馆呢 大部分的服务呢 都是免费的 那什么时候需要付费呢 就是像例如说你今天要影印或列印 还是有预期罚款的话呢 你就需要缴费 那你可以利用悠游卡 就是缴费 那我们的影印跟列印呢 也支援了多元支付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有LiPay 或者是要用信用卡 这个系列都是OK的 那在使用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跟我们图书馆的柜台这边 我们都会有专人教你 再来呢就是要跟各位同学宣导的就是说 你的学员证非常重要 是你个人的证件 绝对不要出界 那假如说今天你忘记带学员证 又要跟同学来图书馆怎么办 你就是拿着其他证件跟一楼的戒环书柜台 报学号 他会给你一张临时的阅览证 我们进出呢都不要就是尾随其他人 进出图书馆 那假如今天不小心遗失的话呢 有两个地方要挂失 一个是教务处的注册组 那另外一个就是戒环书柜台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才可以及时的帮你就是防止有人拿着你的旋证 借书 那我们图书馆是全面禁止饮食的哦 所以只能带就是水进来 那图书馆里面也有就是饮水机可以装水 那所以你的食物啊 还有是饮料都麻烦在外面用完之后呢 再进来图书馆 刚刚也有宣告了就是有关于证件不外借 那不要就是尾随他人入馆 也要防止别人尾随你入馆 那这礼拜已经是开学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开学的一个开放时间 周一到周五呢 是早上的八点开到晚上的十点 所以假如说你白天都满堂的话 可不可以来借书 可以哦 我们开到晚上十点 那六日也有开 六日的话是早上的九点开到下午的五点 什么时候图书馆会休息呢 就是国定假日 就是像这礼拜五是中秋节 OK 可是礼拜天我们就有开了 OK 这样子懂吗 那假如说你不是很确定图书馆什么时候开 开放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透过是等一下提供的咨询服务 好 询问图书馆我们都会告诉你 那其实图书馆也都会在我们的图书馆网站上面呢 公布最新的一个服务的时间 好 你可以自己查看或者是问图书馆都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空间服务呢 主要有这几个 B1的心悦坊跟窒息室 一楼的话呢 会有两大柜台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借还书柜台 就是你要借书还书的地方 好 还有就是像你证件有什么样状况的话 也是在借还书柜台 好 那刚刚我提到的图书馆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相关的一些服务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到我们的参考柜台 好 那我现在都稍微介绍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带环景好 给大家看一下参考柜台在哪边 那再来还有新传书法 这里是典长了就是我们所有老师的一个著作 在二三楼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都是期刊 二楼是西文期刊 三楼是中文期刊 那我们的期刊资料呢 是不提供外界的 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就是扫描 扫描是免费的 那在二楼有一个阅读窝 假如说你们上礼拜还记得 看影片的一个画面的时候 有一个学姐呢 她就是从楼梯这样走过去 然后做 挑一本书坐下来 那个地方就是阅读窝 三楼呢 是中文期刊 还有多媒体中心 同学最爱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的B1 新乐坊 知习室 另外一个就是多媒体中心的 为什么 多媒体中心呢 有影片 有影片可以欣赏 也可以外界 四五六楼的部分的话呢 四五楼是中文书库 六楼呢 就是西文书库 所以假如说 你今天要看原文书的话呢 直接到六楼 这两年呢 有成立了一个数位制造工坊 所以假如说 有在关注图书馆的活动的同学的话呢 可能你已经报名了DIY的课程 例如说3D列印啊 热转印啊 这一类的或雷射雕刻 都会是在我们五楼的数位制造工坊 全馆呢 都是可以无线上网的 就是其实就是跟你校园内 连NCHUE都是一样 OK 整理了几个同学第一次来图书馆的时候 最会发问的问题 首先就是我可以借几本书 那假如说你今天是大学生的话呢 你最多最多一次可以借到50册 你可能要带着行李箱过来 才可以把50册通通带回家 那借期呢是30天 那你是研究生的话呢 测数就再增加一点了 你可以借到80册 OK 那刚刚有提到了 三楼的多媒体中心的影片是可以外借的 但是它资料类型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是最多一次可以借两片 这样OK吗 两片 那假如说你今天已经借了两片的影片的话呢 你的书就会变成48册 OK 所以这个50册是包含了多媒体的数量在里面的 那它的借期就只有5天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书跟影片可以外借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什么样子的贴心设备 在一楼的借环书柜台呢 还有B1的柜台 我们都有提供行动电源的借用 因为其实现在手机呢 它不再只是打电话了 你们都会用手机去查资料嘛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查询资料的辅助工具 所以我们也有提供行动电源的借用 那再来就是我们图书馆非常的大 所以某些座位呢 有些同学很喜欢坐在那个地方 但是刚好那个地方的灯光又没有那么充足 所以我们有提供台灯的借用 所以假如说你喜欢的座位那边没有那么亮的话呢 你是可以到我们一楼的计划书柜台借台灯的 那B1的新乐坊呢就更厉害了 它还可以提供你就是笔电的借用 Mac笔电啊 iPad啊 绘图版啊 这些呢都是可以提供借用的 但都没有办法借出馆哦 都是必须要在馆内做使用 再来就是同学会最常问的就是说 我到底要在图书馆哪里才可以用电脑 我们总共提供了这三个地方 就是B1新乐坊的爱学区 一楼的资讯检索区 跟三楼的多媒体中心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使用目的呢 选择楼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会发现说 他们的使用时间有一点点不一样 B1跟三楼呢都是四个小时 一楼是两个小时 好 那我们现在就带环景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会比较有感哦 稍等我一下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我们环景的欢迎的一个画面 那你不管是用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呢 都是可以直接连线使用的 那一开始呢会预设在我们图书馆建筑物的广场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就很像Google Like 你可以用这个箭头 好 自由的走动 走到一些点位的时候呢 右边就会跳出相关的一个说明 那像我们现在有很明确的要知道图书馆的电脑区 好 所以我就直接用左手边的选单 好 跟大家做介绍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楼 一楼的资讯检索区 那我们先从入口开始好了 就是我们的出入口 好 大家有看影片 还记得学长 他就是刷卡 把它推开 进来图书馆 好 进来图书馆的右手边呢 就是会看到有一区可以使用电脑地方 就是我们的资讯检索区 因为这个区域呢 是人来人往的地方 比较是同学 假如说要紧急印报告 或者是要找书 或者是使用资料库 紧急需求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是 直接靠卡使用免密码 好 那什么叫靠卡呢 只要是我们的电脑座位 旁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督卡机 你就直接把你的旋证放进去 要一直放着哦 使用期间都要一直放着 那确认主机 荧幕有打开 你就可以使用 每个座位可以使用两个小时 扫描的话呢 在前面的两台 前面这两台呢 是有扫描机 都是A3的 那这个都是免费的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扫描机 去扫描你的资料 或者是呢 你可以就是印你的报告或影印 那我们的影印机的相对应的服务 都会告诉你 例如同学就会问说 怎么收费 一楼跟B1呢 是有提供彩色的列印 一面是五块钱 彩色是五块钱 黑白是一块钱 那假如你要印大张一点的A3的话 就再贵一点 OK 那这是一楼资讯检索区 第一个可以使用电脑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B1的新乐坊 我们一样从就是入口这边开始跟大家做介绍 你因为现在防疫的关系 所以呢 大门旁边的那个楼梯呢 目前这边是不开放的 假如疫情以后就是OK的话呢 这边就会把它打开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同学要下来B1的话呢 必须要搭我们的电梯 这样OK吗 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新乐坊的一个招牌 那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左手边呢 就会是自习室的路口 自习室 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呢 好 你就会看到新乐坊有个玻璃门 你就要刷门禁进来 好 新乐坊要刷门禁进来 好 再往前走 你就会看到好 前方有一区 好 很多电脑呢 就是我们的爱学区 好 那我们的B1的爱学区 跟三楼的多面移中心的电脑呢 都是需要先预约的 好 那都是透过我们的自学空间预约系统进行预约 好 那每个座位呢 都可以使用四个小时 时间快到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 好 那假如后面没有人预约的话呢 你也可以再续接 这样OK吗 那B1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两台电脑 20号跟21号 它是Mac电脑 好 那使用前呢 就是要先到服务柜台那边 借用滑鼠 好 跟键盘 好 这个是第二个可以使用的地方 好 我个人蛮推荐 B1新乐坊的 因为它 就是 环境 很舒适 那又可以使用四个小时 电脑又多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楼 那三楼的话呢 好 我们先从就是 电梯这边跟大家说 好 顺便告诉大家 多媒体中心怎么走 好 那我们在二楼到六楼呢 好 就是出电梯 好 前面这一块呢 叫做梯厅 好 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 好 设计的 的营造 那因为三楼呢 除了就是中文期刊之外呢 我们有就是多媒体中心 所以这里呢 就是营造了一种家庭剧院的感觉 好 那这里会展示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影展 好 那 你就是背对的电梯往右边走 好 那我们在就是地毯上面也有做这个小脚印 好 告诉你呢 你就是多媒体中心的方向 你就是继续往前走 好 往前走 往前走 好 那这个就是多媒体中心的门口了 好 那多媒体中心呢 它跟总图的一个服务时间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因为 比较少同学会一大早就来欣赏影片 所以呢 我们的开放时间呢 好 这边会告诉你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 OK 好 那可是你要在十点之前还影片怎么办 可以到我们的一楼借还书柜台那边 好 借片或还片 你就不用特别跑来三楼了 这样OK吗 好 那我们这边 好 那我们这边有带到多媒体专属的一个网页 那就是你想要更了解多媒体相关的一些设备啊 还有服务啊 好 这个网站都会告诉你 好 那我们直接点直接再进来哦 好 那进来之后呢 那进来之后呢 的左手边呢 是现场领赏 洗 好 就是我们有一些影片只限现场观看的 好 或者是你今天有两个小时空堂 你不知道去哪里 你又不想要就是看书 好 你就可以挑选这边的座位 好 这里有分六区啊 好 我们有曲面萤幕 或者是43寸的大萤幕 好 供你做选择 好 一样就是一个人就可以预约使用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在右手边的这个书架这边呢 片架这边挑选你想要看的影片 好 再挑选座位 就可以享受个人的一个视听的时光 好 那我们再往前走 现在所处的这一区呢 叫做多媒体创作方 好 那这里呢 在早期YouTube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呢 图书馆就进行改造了 好 那我们改造的时候呢 就这里呢 就有提供了这一区多媒体创作区 你会发现它跟楼下的电脑区又不大一样 它是一个双荧幕单主机的一个设计 好 就是提供给同学呢 可以做数位的一个剪辑或多媒体的创作 所以这边有提供正版的Adobe软体 OK 假如说你今天想要就是做海报美工设计 可是Adobe软体很贵嘛 就是一年都要几千块 那你就可以来图书馆这边做使用 那这边也是一次可以使用四个小时 所以就是总共有三个使用电脑的地方呢 推荐给各位 刚刚一直在讲怎么样子使用电脑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提到自学空间预约系统 好 那我们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系统有什么优点 好 那我们分成就是几个使用目的 首先是个人使用 假如你今天就是要很专注的 就是做报告 或者是就是为了要考研究所啊 或者是相关的证照等等之类的 你需要长时间的就是一个人读书的话呢 窒息室就是一个很好的空间 那你只要透过自学空间预约系统预约的话呢 你一次就可以使用八个小时 OK 好 假如你是研究生的话呢 你才有资格 我们这只有研究小间只有教师 研究生 还有大肆 大肆选修论文的同学呢 才可以申请研究小间的一个借用 一般大学生最常会用到的是 多人使用这个 读者讨论室 我们在二到五楼呢 总共有七间的读者讨论室 在新乐坊呢 学习咨询室有四间 发表练习是有一间 好 那提供给同学呢 你只要至少三个人 好 符合三个人的条件呢 你们就可以在自学空间预约系统进行预约 那最早可以在14天前预约 好 例如说今天老师交代了作业了 要下礼拜你们才有 大家一起有空 要讨论报告 那你们就可以在就是确定时间的时候呢 就立即上自学空间预约系统 预约你们要的讨论室 那我们的讨论室 学习咨询室呢 这些空间都有提供投影的电视 投影的设备跟玻璃白板 方便同学进行讨论 再来就是试听设备的空间 就是三楼的Domini中心啦 就例如说 呃现场的领赏行为 或者是我们的小团体室 小团体室的话呢 就是例如说你们有五六位同学 想要一起欣赏同一支影片的话 那一样是只要三个人做代表 预约使用就可以了 好 现在同学看到的这个网站呢 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数位学习支援平台 就是例如说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图书馆之旅呢 我们会把它剪辑成影片放在网站上面 那就是刚好就是冲堂或者是没有时间参白天没有时间参加图书馆活动的同学呢 可以呃在空闲的时候线上学习 好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这个自学空间系统的使用方法 我们就播一个前面一点点给大家就是呃认识一下 好 那我们就以手机预约自学空间为例 好 一样是先连到我们的图书馆的网站 好 好 好 在常用服务底下呢 找到使用自学空间点进来 好 那还有一些服务的介绍 好 那你可以点选这个行动版 那你未来可以把它加入我的罪案 你就不用这么麻烦 好 透过那么多途径 好 那这边就是你的学号跟新大单一入口的密码 好 图书馆很多要登录的地方呢 正号就是你的学号 好 密码就是新大单一入口密码 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下方点选新增预约 好 这些就是你可以 好 就是预约的一个空间 OK 好 那我们以读者讨论室为例 好 我们就点进来 他会提醒你哦 好 至少要三个人 好 你才可以预约使用 好 那馆内二到五楼 好 有这几间讨论室 那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挑选的话呢 好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环境 好 看一下讨论室的空间的一个设备 好 这有告诉你哦 你要在预约的15分钟内 好 好 就是现场报道 什么叫做15分钟内 例如说我预约两点 那你就要在两点到两点15分这段时间 好 轮流刷卡 才能使用我们的讨论室 好 那因为这个是要三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要求你 就是输入第二位跟第三位的学号 或者是职员证号 就是代表说老师 老师也可以算一个人头 好 挑选自己要的讨论室之后呢 再选择时段 这样子你就可以完成预约了 好 好 所以假如我们就看到这边 好 假如说就是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呢 你之后来这边欣赏 好 我们就实践关系就欣赏到这边 那这几年呢 其实有关于就是创作这一块呢 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了 所以在B1跟三楼呢 我们的电脑是有安装Adobe的系列软体 B1跟三楼 那三楼比较特别 它还是双萤幕单主机的一个设备 那你不是很确定哪一台电脑 有没有安装的话呢 因为我们B1跟三楼都有柜台 服务柜台 可以在跟柜台那边确认一下 OK 那五楼呢 五楼的数位制造工坊 我们一样带环景给大家就是认识一下 它可以做3D的扫描 3D列印 还有热转印 就是做T恤啊 包包啊 或者是帽子上面的图像的转印 还有雷射雕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一样到五楼的电梯口那边 跟大家说怎么走 好 一样我们背对电梯哦 我们现在在五楼了 五楼的梯厅的设计是这样 好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五楼的电梯这边 好 也会告诉你 好 你身处在我们的一个数位制造工坊的一个楼层 好 我们背对电梯往左手边 好 往左手边 跟东面移中心不一样 好 三楼是往右手边 那五楼是往左手边 那你会发现说我们墙壁上也都有这些腰带 告诉你说 好 你在前往数位制造工坊 有没有看到远方有黄黄的亮亮的地方 好 再往前走一点 好 你就到了数位制造工坊的门口了 好 那 现在的话呢 因为就是开学 迎新活动 所以数位制造工坊 开了一系列的一些体验课程 那这些体验课程完全是免费的 好 像月球灯的一个3D列印 好 那还有后 好像已经额满了 那下礼拜还有陆续的有一些热转印的一个课程 好 都还有一些名额 所以就是非常欢迎同学 就是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 这些完全都是免费的 好 那 平常呢 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四 下午的一点到四点 好 那这个呢 使用的一些相关的说明的话呢 它有一些要求 你必须要上过课 你才可以预约里面的就是设备 好 所以进来之后呢 前面这一个区块很多桌椅这边就是教学区 好 我们都是踩小班制的 因为要实作嘛 所以要了解同学的需求 所以我们都有名额的限制 好 那在这区常桌的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工作区 好 会用到哪一台机型 好 那就是会 呃 告诉 我们的一个课程要去哪里报名 好 我们先回来图书馆的首页 好 那我们整个往下拉 在常用服务的第一个 管场利用教育 点进来 好 那你就会看到 我们陆续有开了那么多课 像这礼拜的月球灯都已经额满了 那下礼拜还有纸雕球 热升华这些都还有一些名额 就大家可以就是 好好的把握机会 那听说也有就是开微型课程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参加我们的微型课程 好 好 好 那再进阶一点的话 就是例如说已经开学了 我要怎么找资料 还有就是我想要上课的话 我要去哪里 就是图书馆有哪些课可以让我就是上课 好 再来就是像例如说刚刚讲到的 你在图书馆里面使用一些相关的服务的话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要去哪里寻求协助 好 那我们就从右边这边 好 就是问问题这边开始跟大家做介绍 好 假如说你今天人已经在图书馆的话呢 好 我会建议你直接好到我们的一楼参考咨询台 好 面对面的问问题 好 你不用担心我们的管员都很亲切 那穿背心的是我们的公读生 其实也是你们的学养姐 他们也都是过来人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不要害羞 好 直接到柜台这边询问就可以了 好 那假如你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或者是呢 你刚好在其他楼层 你觉得跑下来很麻烦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入我们的中兴大学图书馆生活圈 好 那这个生活圈呢就是会不定时的推播一些活动的讯息之外呢 假如你有问题的话 我没有真人在线上 好 等候会服务你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段时间呢 好 你有任何问题 例如说 你不确定中秋节图书馆没有开馆 那你就会说 9月9号图书馆有开吗 好 我们就会回答你说 哦 那天闭馆 那什么时候有开你可以过来使用 这样OK吗 好 那找课程的话呢 刚刚已经有介绍了嘛 就是数位学习平台 像今天的影片或者是之后 陆续的一些支援指引的利用课程呢 都会 假如说讲师愿意无偿的分享的话呢 我们都会把它剪辑成影片 放在数位学习平台上面 好 那馆长利用教育刚刚就跟大家说了嘛 像今天的课程或者是陆续的一些课呢 都会在上面 那你们直接报名就可以参加了 好 我们有听到同学的心声说 哎 可是刚好开的课都是 你有课要上 就是刚好冲堂怎么办 可是你又不想要上数位学习平台 好 觉得有点洒辈系 你还是想要就是跟馆员近距离的互动 好 那我们就有一个迷你课程服务产生 好 来看一下什么是迷你课程 我们现在呢 开课的时段 周二到周五 有这几个时段供同学报名参加 那你只要至少两个人 你就可以报名 那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有经过设计的 所以主要就是这八种类型 例如说你上了大学之后 蛮多同学就已经开始要准备 英文检定了 所以蛮多同学还蛮爱报这个语言学习的 好 我们会告诉你语言学习的资源在哪里 或者是你刚 你小大一嘛 你不知道怎么找书的话呢 好 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子快速找书 好 还有就是例如说 你其他同学今天没有机会参加认识图书馆之旅 还是很想要听一下图书馆怎么样子介绍 空间跟服务的话呢 也可以报名这一个享受阅读的一个课程 我们就会就是跟同学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个服务 好 那我们刚才简报里面呢 还有告诉大家怎么找资料嘛 所以我就不回简报 我直接都是到我们的网站这边呢 跟大家做说明 好 一样是在图书馆的首页 好 首页的右上方呢 好 就是有一个支援情报站 这个支援情报站呢 我们整理了就是各学院系所 好 专属的一个 图书资源 给同学快速的掌握 好 属于你们系所的一个资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点进来之后呢 这里呢 就有刚刚讲到的语言学习的一个资源在这个地方 好 那 呃 假如说你今天 好 你是工学院的同学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还有细分到细所 好 细所再点进来 你会发现呢 好 图书馆里面不是只有书哦 好 我们图了图书资源 好 我们还有电子书 好 期刊资源 资料库 学位论文 好 这几个 所以你假如说你刚来就是刚上大学 好 不是很清楚怎么样子找资料的话呢 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口 好 是 像电子书这边啊 我们就整理了 好 适合你使用的一个电子书的平台 那我们甚至会把每个月的一个排行榜呢 好 用轮播的方式这边告诉你 所以你会发现说好 整个9月在highread的这个平台呢 其实大家都蛮认真的好 已经都在看准备拖一的考试了好 好 那这边就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就是说明 那这里的电子书呢 也不是随便轮播的哦 像我们刚刚点进来的就是机械系嘛 所以我们会整理就是跟机械有关的 电子书去推荐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以highread的为例好了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资源 好 有些同学也会问说 我在家里在宿舍 是不是可以使用图书馆的电子书或资料库 好 那就是要透过我们这一个 好 登录的一个服务 OK 所以呢 你只要就是出现这个画面 输入你的学号 新大单一路口的密码 好 登录 它就会带到这个资料库的平台 记得大家看一下 每个平台它就是会在左边右边中间呢 会有国立中心大学或National University 这样子的一个欢迎的讯息才代表说你已经成功登录了 好 你才可以就是正式使用里面的相关的资源 因为有些同学他们可能是透过Google Google连线到这个平台的话呢 他没有做资料的认证 所以他不知道你是合法使用者 他就要要你付费啊 要你注册啊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大家要使用资源的话呢 一定要从图书馆的入口进来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推荐同学读电子书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力 好 点进来之后呢 其实中文的平台大同小异其实都蛮简单的 好 那这里有借月跟随借随还 这两个差别呢 随借随还就有点像你 好 从书架上面拿一本书 翻一翻 你不喜欢 你再把它放回书架 这种概念 好 那借月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平台注册一组账号 那这个当然是免费的啦 那因为你需要有账号 他才会借到你的 就是个人的账户里面嘛 好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当然是你有需要的话 你再点选借月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点随借随还 那他使用就是很直觉 就是你直接滑鼠这样点 他就翻页了 翻页了 好 那 呃 语言学习 用电子书的好处是什么 你不用再额外借光碟 好 你不用再用CD player 好 那你直接就是 点选这个音档 你就可以 做听力的练习 好 大家应该有听到吧 好 OK 所以才为什么像 Hiree的他前几名的书都是 呃 跟就是语言学习有关的 好 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他使用上面很方便 好 尤其是 呃 图书馆也有买 蛮多实体的 就是呃 英文检定的图书 可是都太热门了 很快就被借走了 那借期又30天 轮到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那电子书他可以就是借用的测数又比较多 比较弹性 所以就蛮推荐同学可以使用我们的电子书 好 那你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支援情报站 这样子的一个呃 资料的整理 方便你们快速掌握图书馆的相关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也有就是针对新生呢 我们制作了一个就是呃 图书馆的使用手册 所以像同学呃 最常会问的是说呃 图书馆的哪些地方可以使用 笔电 好 那可以就是边读书 还可以边充电 好 就是不管是你的笔电 或者是呃 手机 好 那再来就是例如说呃 怎么样子找书 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一些电资源的一个使用呢 我们都透过这个手册呢 整理给大家了 那这个是电子书的形式 那假如说你之后有参加我们的呃 隐形活动的话呢 我们也会提供一本实体的好 送给你好 好 那你好好的是可以阅读 OK 好 那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做一下广宣 好 就是呃 我们有为期一个月的一个 迎新活动 好 那这次迎新活动 礼物实在是太棒了 我自己都很想参加 好 就是头奖是iPad mini 好 还有加达车跟礼券等等之类的 非常的丰富 我们会在活动结束后好 好就是呃 统一抽出好 幸运儿好 那我们的加码活动的话就是刚刚有介绍的好 迷你课程好 你们可以就是报名参加 只要两个人就可以了 那课程就是呃 都有设计过 所以只要30分钟用时间呢 就可以快速得到你要的 呃 图书馆的资源 好 那我们有就是呃 推出一系列的一个恋爱学分班的一个讲座 所以呃 刚上大学想要脱单又脱卤的话呢 好 都可以就是呃 报名参加 那这个都是可以加码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呃 隐心活动的 传 关卡 好 好 在各大柜台都可以说去好 好 那在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呃 每个关卡条件 那像一楼的参考柜台呢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 好 好 那出事 就可以获得一点 这样OK吗 所以是非常的简单 门槛非常的低 好 那呃 只要完成五个五个关卡 在就是填问卷的话呢 就可以玩转转乐一次 所以像你们已经参加就是认识图书馆之旅 可以转一次 那 再完成这个闯关的集去 集张去的话呢 可以再获得一次转转乐的一个机会 那你的抽奖资格呢 也累积成两次 好 OK 这样理解吗 好 那我们在下礼拜呢 9月13号到15号呢 有月选书展 好 就是呃 就我们会邀请书商呢 现场在图书馆的大厅 好 展示图书 那你们就是呃 或者是实际上 呃 道馆 使用我们的空间 都很谢谢你们 OK 谢谢你们 好 那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 拜拜